為止,他們會為魚汁的小海鱗 而小海鱗大概到水溫天,最大一天就會開始大奶 就慢慢可以開始吃到魚 而我們科學群還有跟我們人類一樣的相似 就是他們跟我們人類一樣,都是保養生物 所以都是一個恆溫的功能 我知道他們的正常體積會維持在36.37度左右 這算是正常健康的水平 其實我們科學群跟我們人類一樣 都是會維持在36.37度左右 才算是正常健康的水平 所以我們都不會幫我們安全量度體積 去看看他們是否處於正常的溫度 我們都會用到一個光碳的形式去幫我們量度體積 我們會用一個都是一樣的,連避免中的體積 既然將它們的橙橙線小一小 加少許的環境,就會放入他們的身體裏面 等待他們的水平左右,我們就可以得到他們量度的體積 如果他們的量度體積,量度的體積太低 這個36.37度的話,其實我們科學群的眼睛一樣 都會用到白牙的 所以白牙的方法跟眼睛一樣都是會用到 這個雙橙線小的國學群的眼睛長 不然,你自己的眼睛之前有很多人的眼睛長 可以跟眼睛長比較好看 以後就可以直接直接慢慢來幫他們查的 但你們有可能這些眼睛也有閉上